美国宣布缩减QE 让金价在上个星期出现了每盎司跌破1200美元的价位 事实上从黄金价格年初到现在一路走跌 一年来跌了28% 那么究竟QE缓退是否会终结黄金12年牛市 又会对投资人带来哪些冲击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量化宽松逐步退出 美元将逐步走强 那么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将会进入一个中长期的下降通道 有媒体评估冲击最大的就属于中国大妈 请教老师您的看法 是这个在这个那个不是投资而是投机的 那个金融市场现在这个投机性是非常强的 那所谓的这个中国大妈 它是一个名词这个就是表示它这个钱很多了 那这个钱呢那它不是在做一个投资之用 而是专门去炒作 然后想要在炒作方面然后去赚钱 所以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它会升值 然后那就去买了 那这个过去以来 因为我们都看到 那这个经济情况这个不好 然后这个大家觉得 这个黄金它会这个保值 所以那个中国的他们非常有钱的炒作人 那就去买这个黄金 所以就买了很多黄金所谓的中国大妈这个买黄金 可是呢前一阵子呢那个比特币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就是弃黄金 然后又去买这个这个炒作这个比特币 那现在呢中国政府好一个禁止了 加上这个比特币的这种交易 所以是不是又回过头来 然后去握有加上这种黄金 那现在呢又有另外一个因素来的 这个QE退偿 那QE退偿了以后呢就是资金了 它就会回流到美国了 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元这个升值 那大家都会去义气了 所以呢现在现在其实很多的油资 都会去换成美元去买美元了 那这个黄金呢是不是啊 这个就也受到冷落 所以你握有黄金的人呢 是不定的在至少在短期了 你这个这个价格不会往上升了 那如果你真的是手边握有非常黄金 那你在短期当中啊 你当然了你就会受到损失 那如果是中国大妈 他手边还握有非常多的黄金的话 你在短期当然你就会这个会贬值嘛 因为你用美金来算的话 美金现在这个升值 那你当然了这个黄金就会贬值 那应该是这样看 那如果他早就抛售了 我想也没有了 说不定他现在他已经去 也去买这个美元 去保有美元了了 所以到底中国大妈现在这个情势是如何呢 我们还是不知道了 你得看看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然后西文报导 我们才会知道 我们才会知道 那我们才会记住呢 批试 托 批试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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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